飘入罗叉鬼谷去语 这个罗叉鬼谷在佛门里面 在佛经上常用 我们常说菩萨做不成就变成罗叉 刚开始大家到道场来发心都是菩萨 发心久以后 大家的习气毛病都出现出来了 那就变成罗叉 所以这个罗叉鬼罗叉的意思就是 罗叉鬼就是识人鬼守住的地方 在大海之中 在《法伐经》普文品里面 有这段经文 入以大海假使黑轰 吹起船舶 飘渡罗叉鬼谷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称观世音菩萨明者 诗之人等 皆多谢托罗叉之难 这个大海 也是我们的信海 我们明了以后 结果我们的信海变成 地藏经里面讲的 比海之东又一海 要经过三个夜海 在地藏经里面有这样讲 在普罗门尼她的母亲 跺到这个地医去 要经过三个海 叫做这个夜海 这个夜海 身口意造的无量无边 把本来是功德信海 变成了 罪恶的夜海 地藏经里面讲 身口意三个夜海 当我们平常在送地藏经 我们不能够去体会 为什么信海变成夜海 我记得 老法师有讲过一个公案故事 是香港有一对母女 非常喜欢吃海鲜 几乎到没有海鲜不下换的地步 那么有一次她的母亲 造了这个口液 可以造这个沙液 太多了 有一天她要往生前 就跟她女儿讲 她说她已经感觉看得到 四周都是海水 都快被泥沙淹没了 那她就看到夜海了 因为她喜欢吃海鲜 那有一次我到台北市 某一个地方去住恋 有一位居士 她得了癌症 那是胃癌 那我们去那观怀 这是我刚开始学会临终观怀 是我去看她的 那我在跟她对谈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说 她做梦都梦到她看到 惊涛骇浪的这个黑海 那海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浮存 在里面的漂浮 在里面的漂浮很多鬼差 很多恶鬼都在这个大海里面在那边浮存 那讲的情形跟地藏经里面讲得很接近 就是她已经看到夜海了 所以这个地方讲就是如以大海 假使黑风 这个黑风呢 在事实上讲起来是地义里面的这些 暗无天日的幽冥世界的这些大风 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贪嗔痴 三毒的夜风 无明风 假使黑风就是我们平常所起的贪嗔痴 这种无明的夜风叫黑风 因为贪嗔痴三毒是极恶的 所以叫黑风 吹起传访 传访就是我们的正报圣星 意报世界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艘船一样 吹起传访 我们的心 就像那个在船里面 那个轮机长在轮盘要是没有握好的话 那就划过错误的方向 所以吹起传访 就是我们这一点忘心的经过无明风 一吹以后 就很容易堕落到罗岔鬼国 那么在这个紧要观度快堕落到罗岔鬼国的时候 如果有人能够一心乘念观世音菩萨明哲 能够起一定的慈悲 这点慈悲心 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你就会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就会自成感通 乃至有一人乘念 称观世音菩萨明号 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菩萨 菩萨的明号代表修德 佛的明号代表信德 重信起修 提起这个阶级佛号 你要起这样的一个关照 放下这个执着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世之人等 接着卸脱罗岔之难 就可以离开 可以解脱这个罗岔 堕落到罗岔鬼国的这个灾难 就会及时回头了 那就可以回头是岸了 那么在西一纪十一生前罗国里面有说呢 佛法所记者也 其此宝座大铁城中 五百罗岔女之所记也 罗岔呢 又可以解释是恶鬼之名 他的意思是可畏可怕 速度非常快的鬼 那么女孩子呢 她如果很凶恶 就被称罗岔女 这个是印度神话中的恶魔 那么最早是 在驴记会陀 这里面呢 有这样的记载 相传呢 是印度土著民族的名称 亚利安人征服印度以后 所以成为恶人的代名称 演变成为恶鬼的种民 南楼叉内长得身体黑黑的 红色的红色的脱发 绿色的眼睛 这个是不是绿色的眼睛呢 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 有一次呢 我们这里以前台北县呢 现在改成新北市 台湾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新北市平溪放天灯 很多观光客到台湾来 都会到平溪镇 现在改成平溪漆 放天灯 那平溪是台湾北部的一个 大家还蛮喜欢去的观光景点 非常质朴的一个小乡镇 那天有一个平溪乡工所 有一位呢 是政大毕业的一位公募管理员 他本身是寿司 他学佛的 很慈悲 喜欢超度亡魂 他也听进攻法治奖金 他本身是寿司 他呢 考上公募论以后 就到这个平溪乡工所 管公募 那么那时候我已经开始 学会祝念的 他就有听到 我祝念的一些故事 那有一次就来找我 他说黄警官 黄警官 我想请你帮忙 我说帮什么忙 他说呢 我在管平溪乡工所 那些公募 我想在那边办一个超度法会 他来找我 他说那个地方包括瑞芳镇 新北市的瑞芳镇 也就是我父亲以前的故乡 我父亲的故乡在瑞芳 就是很多我们中国国内的观温客 喜欢来的叫做九混 那个九混就在瑞芳镇 就是我爸爸的故乡 我爸爸在那边出生 九混呢 以前那边是产金矿的 在日记时代产金矿 他们都是靠近平溪那一代 比较算比较乡下的 这位公募管理员 林姓的公募管理员跟我讲说 我想超度瑞芳九份 平溪双溪这一代的公募 我一听到说公募 我那时候才刚开始 学会租链 早期我也蛮怕鬼的 我一听说 哇这么多我怎么有办法 我说总共多少 他说寒日记时代的这些公募 五混亡魂大概最少估计大概五十万 我一听到五十万 我就寒毛直视 我说这个事你不用找我 我不是法师 我不敢 结果我就去问我的指导老师 就是佛陀教育经会的简宏文老师 简宏文老师他就是指导我念点研究班 奖金的我会长尊敬的老师 也是我们近空老法师的学生 他跟我怎么讲 他说哎呀黄警官啊 你本身我叫你修地藏三经啊 也是修地藏法门啊 你就要自己自我齐齐 为地藏菩萨昏生啊 地义不空事不成火啊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 我不入地义谁入地义啊 所以你不能够逃避啊 你要去帮他做个事情啊 我跟老师说 我没有那个胆量 我也没有那个德行啊 我没有办法超度啊 我老师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人有善恋 天必从之 地藏菩萨讲发愿 你就要学地藏菩萨的勇猛精神 后来老师这么一讲呢 我只要硬得脱皮说 好吧那就做看看嘛 结果就还没有去现场 我还没有去勘察那个华会的现场 它是在一个新盖的一个平西乡公所的公墓 后来他知道那个公墓长了什么样子 我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说呢 我到一个山上去 然后呢 有一栋房子很漂亮 那从那个房子的二楼呢 窗户打开呢 可以看到秦山啊 秦山啊 秦山连连 就是每一座站每一座都连着这样连在一起 非常的美 梦中有看到一个桌子佛桌很大很高 上面有灰尘 然后呢 那栋房子的三角下呢 有一个回转道 车子可以回转道一个喷水池 一个圆形的回转道 我醒来以后 问我太太呢 我爱人就说 我们有没有一栋房子在山上 那时候还在梦中 还在梦境里面 我太太就跟我讲说 他说 你在发什么神经啊 我们哪里有一栋房子在山上啊 后来梦醒了以后才知道是梦境 所以啊 永家大师说呢 梦里明明有六七年 结后空空无大千 后来我就 要去做法会以前呢 我就带连柳间去勘察现场 结果一进去看 才知道是平溪乡公所的 纳古塔新盖的 一个佛桌新的都还没有用过 一尊阿弥陀佛大概两层楼高 不能启用 那个香炉呢 那个香炉呢 是大的香炉呢 也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香工所说呢 啊 因为 那个公墓的地方呢 它的出入口呢 是被一家建设公司把它堵起来的 那那个建设公司为什么把它堵起来呢 因为那个建设公司呢 是在那边呢 有到这个汇土 所以引起平溪乡公所的乡民呢 勤起抗议抗争 不准他到汇土 认为他们污染的环境 结果 刚好 那个通往公墓的那一条路 是属于这个建设公司的 他们的土地 所以他们就 觉得这个乡民的抗议呢 他们就把通往公墓的那个 那个地方呢 用两颗大树都挡起来 不让他们进去 所以那个公墓一直都不能启用 这建设公司的胆子也很大 竟然敢跟这些鬼道众生呢 公然的这个作对 对抗 那我就 看了那个纳古塔以后呢 再看到那个 那个入记时代那个骨灰坛都很高 早期的骨灰坛都高高的 我那时候就跟我去的人就说 在这个地方念佛 让我连年有不吓死的吗 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骨灰坛 后来就要研究怎么个布置法 布置法 后来走下来的时候才看到 那个一尊阿弥陀佛 还有一个香炉都没有启用 还有佛桌 那走到外面去的时候 看到外面的喷水纸 跟一个回转道 昨天晚上就已经先看到了 就是我们一般都到一个 比如说庙啦 或是一个佛寺 都会有一个回转的这个 这个车道 就是那个样子 后来我就决定来布置会场 然后我就去拜访哪一位法师来 在执法我就拜访我们台北市 在正大木炸地区有一位法师修处非常好 他做那个大蒙山 非常的用心 而且他的功德力非常的好 因为这位法师他持戒念佛 可以讲说他也持这个不作经戒 所以他的戒恨非常的好 德行非常好 我亲自到木炸的山中去拜访他 后来他被我的精神感动 他说好黄警官我帮你 我还给你请两位和尚帮忙 我们不接受你任何供养 三师帮你做这个甘露大法 是大蒙山 那我就去找一位我的朋友 来供养这个蒙山的供品 后来我就在现场给他布置 打扫干净以后在骨灰坛里面 那骨塔里面布置一个内坛 然后外面布置一个外坛 内外坛 然后那个娇媚大师那个位置 我就挂了一尊很大的那个地藏王菩萨 然后因为下雨嘛 我就用一个大雨伞撑起来 那边打个灯 那早上呢 先为阿弥陀佛开光 开光 然后先送地藏经 下午呢 我就跟连柳以及这些众生呢 讲这个地藏经的大义 那晚上四五点再开始做大蒙山 非常的殊胜 然后蒙山供品准备非常的丰富 那藉由这三位法师他们的德行呢 他们的持继的这个功德力呢 能够超把五十几万的这些优民众生 那在做法会当中呢 产生很多很多的感应现象 整个山呢都是黑漆黑压压的 唯独看到那个娇媚大师那个位置呢 大放光明 那么在还没有去做法会以前呢 我一个连柳叫连阿门师姐呢 他就做了一个梦 就是要去做法会的前一天 我那时候还在犹豫说 要不要做这一堂法会 他就跟我讲 说老师老师 我有做了一个梦 我说什么梦 因为他也要跟我一起去做这个法会 他说我梦见呢 那些坟墓里面呢 有很多坟墓 那坟墓里面也有空的坟墓 里面都已经没有众生了 那有些坟墓呢 那些众生在那边哭泣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说 比如说我们台湾早期都比较流行土葬 这些人死了以后到鬼道去的这些众生 他有些呢 已经超拔 可能超拔到净土 有些可能超拔到天界的 或者有些已经到人间脱胎转世的 所以他说他看到那个坟墓呢 里面是空空的 但是也有些坟墓里面呢 那些众生呢 在哭泣 这像我们一般讲叫受视鬼 然后他说他看到呢 有一个鬼王呢 鬼差呢 用那个米楼呢 我们台湾早期做农业的时候 收割的时候 稻米收割的时候 会有那种圆形的米楼 然后用个扁担把它挑起来 那米楼上面就是堆了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收割的这个农产品 或者米啦 他说我们所供养的这些物品呢 都放在那个鬼差所挑的那个米楼里面 那个鬼差跟鬼王呢 就要把这个米呢 往里面挑进去 结果他在梦中就很好奇的看这个鬼王 结果那鬼王回头一瞪他的时候呢 那个眼睛是透露出绿色的光 绿色的光 那我就知道他什么 他见到地上王菩萨之辈 给他先见到这样的一个 可以讲说阴间的这种法界的现象 他见到了 那鬼王呢 就是把我们这些蒙山共品呢 然后借有菩萨的威德呢 去施死给这些幽民法界的众生 所以我们说做三十信念呢 有时候会做小蒙山啊 大蒙山呢 给这些饥饿的众生呢 施死 这个是切有其事 所以这个地方就提到说 南罗叉为黑身诸法利缘 你罗叉得绝美妇人 所以你要小心哦 你抱的如果是一个美女的话 不管她是在红花水夜场合的 或者她是一个很有名的祭女啦 名妇啦 姿态辽伦的这些绝色美人 你要注意 她就是罗叉 你罗叉 你会被她吃掉 绝美妇人是你罗叉 长得是绝美妇人哦 互有媚人之力 专死人的血肉 为什么 变成怎么样 射字头上一把刀嘛 变成了 都是这些血影之下的亡魂 就是专死人的血肉 相传在嫩茄岛 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 就是以前叫西兰 在嫩茄岛呢 具有罗叉尼国 这个在佛本行集经卷49 有部皮奈爷卷第47 惠灵阴丽卷七等经有记载 记载这个罗叉女国 有罗叉具有神通力 可以空寄集灰 或以塑形地面 这个叫空行鬼 地行鬼 为暴恶可谓之鬼 除外罗叉也可以称为 地域里面的义族 他专死贺者罪人 又称为阿邦 阿邦罗叉 他形状有很多种 有牛头人手 也有牛体 力气很大 或者是鹿头羊头兔头 这个是讲到这个罗叉鬼国